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呼吁本地企业共同测试监管沙盒计划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隐私增强科技 参与测试沙盒计划的企业将可获得资助 自媒局在第二天的个人资料保护州研讨会上呼吁企业参与沙盒计划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普及化 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否会泄露个人资料引发消费者关注 在资媒局的沙盒计划下测试的系统包括一个自动确认和保护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系统